如何把手机里边的一些照片或者视频直接转移到U牌里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熊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技巧是教大家如何把手机里边的一些图片呀 视频呀或者是一些文件资料 不通过电脑也可以直接转移到我们这个U牌里边 可以说非常实用 建议大家详细的把它开玩 我们一起来操作一下 如何把手机里边的图片转移到这个U牌里边呢 因为U牌是一个USB-A口 我们无法直接插入到手机的Type-C口 这时的话需要一个OTG的一个转接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OTG的一个转接头 一个银色的 这口的话可以插USB-A接口 然后的话这个Type-C接口可以直接连接手机 我们给大家测试一下 比如说把这个U牌呢 直接插入到这个-A口里边 插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Type-C口呢 直接连接到手机里边了 手机以后呢 这些手机该如何操作呢 我们点击一下 进入 进入到手机里边以后 然后找到文件管理选项 进入到文件管理 进入到文件管理以后 大家会看到有两个选项 内部存储 它就是手机的256G的一个存储 然后下方这个米U牌 就是我的一个U牌存储 分两个分区 一个是63.9G 一个是1.22G的一个U牌 然后的话我们点击进去 这里边就是U牌的一些资料 但如何把我们一些文件呢 直接转移到U牌里边 也是非常简单 在这里点击一下返回 比如说我们点击图片和视频 点击图片 选择一张图片 选择这张图片以后呢 我们点击一下更多这里边 有一个移动或者是复制 我们点击复制也可以 点击复制 复制以后呢 点击米U牌 然后找到U牌 随便找一个文件夹 我们找Picture的文件夹 点击 点击完成以后呢 再点击一下右上角 这够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图片呢 直接复制到U牌里边了 但像视频的复制方法也是一样的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资料都是一样的 我们点击给大家看一下 点击进入 里边以后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刚刚复制这个图片 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样的话 我们有了这个OTG转接头呢 就可以实时的把手机一些资料 存储到我们这个USB-A的U牌里边了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 前来推荐 把这使用的技巧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给大家分享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 如何把我们手机里边的一些 视频啊 或者是一些资料 不通过电脑 也可以直接转移到U牌里边 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拜拜